大家好,我是艾特利王,来自腾讯域容器中西边经济团队,目前主要负责腾讯域容器的研发。 我和我的伙伴两好,将为大家分享SuproArch把Copernet拓展到边缘的技术解密。 这是我们分享的目的,请大家重点关注SuproArch四大核心特性的解密,SuproArch的云面单和最佳实践。 SuproArch诞生自腾讯域容器平台TKE Edge, 20年12月由腾讯域联合英特尔VMware等其他公司对外正式开源, 然后2021年9月正式成为CECF的一个Setabox项目,目前由CECF托管。 其主要是将ProArch集中式资源管理能力无风地扩展到边缘计算和飞布式资源管理场景, 同管边缘的设备和应用。 SuproArch主要提供了哪些能力呢? 下来我们看看SuproArch的加入头。 我头上的一些蓝色的部分呢,是COOPANASIS原来的一些组件, 我没对这个组件并没有更改过一个代码。 我没满蓝悬悬的一个语源事物。 之后呢,大概的组件呢,大概飞为四种。 首先是一个淡蓝色的这个特努鱼和特努鱼。 特努鱼和特努鱼是一个语源隧道,主要用来做语源协同用的。 然后呢,第二个组件是浅蓝色的部分。 就是淡紫色的这个,稍微浅一件淡紫色的这个,这个呢,是那个Service Group。 它最主要的是多边多证点下发的一个功能。 然后也可以把你的流量损定在一个阵阶之内。 第三个呢,是这个红色的EUrge Health Amazis和边缘的EUrge Health这两个组件。 这两个组件主要是那个,做那个极限的健康性, 然后影响,辅助那个COOPANASIS的边缘的极限的一个驱逐的逻辑。 最后一个呢,就是中间这个红色的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呢,叫LiteAPSOR,它相当于一个轻量级Google API。 最主要做的功能呢,就是它提供了一个边缘资质的功能。 这个呢,我们现在就来到那个Service的可惜第一个能力,边缘资质。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的左边是COOPANASIS原本的架构, 右边呢是,就是Service对它签了LiteAPSOR的一个架构。 我们这张图上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LiteAPSOR, 另外一个是,所有的组件的仿位与一端的GoogleAPSOR的时候, 都要通过LiteAPSOR。 但是大家想想,为什么需要边缘资质, 为什么这个架构是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个,这么想一下, 就是原生的COOPANASIS, 中间认为是弱网,有可能是公网坊位, 有可能是一些四级五级的这种。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网络有可能会断, 就是这个网络在弱网和断网的情况下, 有可能就会出现,边缘点变成一个NL状态, 边缘没NL之后,边缘点上的POD就会被驱逐走, 然后驱逐走之后呢,然后网络一恢复, 边缘点上的EUPOD就会被删除, 弱网的情况下就会反复的出现这个危机, 这样就会非常的隐气,EU的稳为定。 第二个呢,就是节点重启, 节点重启呢,这个, 这个容器呢,就是一旦断网断电, 然后你这个节点进行一个重启, 然后呢,你这个所有的容器将全部消失, 然后呢,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是我们在, 我们Support Edge那个LiterApsware里面的一个, LiterApsware的一个讲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以Coopulator的名利, 假如说Coopulator现在要防徽于LiterApsware, 然后它是怎么防徽的呢, 然后它先把请求发到那个LiterApsware, 然后LiterApsware再把请求发到云端的Google Apsware, 然后假如说云端那个网络是好了呢, 它的那个结果就是传过来了, 传过来之后呢, 然后呢, 它会一步的进行把这个, 它的请求, 更新到北极做一个催促, 假如说, 呃, 鱼端帐啊, 它们那个数据没有数据, 然后它就直接从这个催促中, 把那个数据进行返回了, 这其实就是LiterApsware的整个的一个工作机制, 然后呢, 右边的一个小模块, 有一个证书管理的一个模块, 这个证书管理主要做啥的呢, 它就是, 嗯, 边缘的每个组件呢, 它对这个LiterApsware的, 这个LiterApsware的防徽的权限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每个赋予的权限不一样, 然后呢, 它就负责把这些权限, 就是这些证书的信息, 垂在它的那个证书管理里面, 然后每一次LiterApsware请求预端的时候, 它就去里面去取, 相应组件的一个证书, 然后去访问那个500VPSware, 不然的话就是说, 它可能LiterApsware是一个偶的命权限, 这样就会导致你的节点不安全, 也就是我提供的那个, 第三点那个LiterVF扩展手续里面说的第三点的安全, 它使用的是代理组件的锐证和权限, 然后呢, 我们也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属性, 像扩展, 支持所有的Clent, 我们呢, 就是支持边缘支持Google CGL, 然后包括RD制部署的, 然后Clent Go这种, 当然我们也还包括InClass这个模式, 然后呢, 我们支持边缘所有类型的一个缓锐, 这个所有类型呢, 就是包括你自己自定义的CRD, 我们为什么能实现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对那个, 我们的那个锐数, 它只锐KValue, 它的K呢, 是你请求的, 请求的Key, 是你的请求Key, 作为一个Key, 然后呢, Value是你的Response, 所以说它对你的那个KValue是做出白了, 它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 不解析, 所以说它能解析你的, 随属你的CRD, 反规你的ESRD用, 这个呢, 就是SuperRT的第一个能力的一个解密,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一个云面隧道, 为什么需要这个云面隧道呢, 其实这个, 这个点, 其实我之前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是边缘经典有很多, 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公网IP字眼, 然后云端无法反规那个边缘经典, 然后在原生的Couponize之中, 也就是说你所有从Couponize, 从云端访问, 并然在经典对不起, 你的命令都不OK, 特别是你像简单我们常用的, Couponize下Longus和EXEC, 直接不可用,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隧道, 我们需要一个隧道,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就是看这个我们这个隧道, 是怎么注册上去的, 就是我们以Node2比例, 这个Node2呢, 它在起来的时候, 它直接去请求, 陈诺云, 然后请求到陈诺云之后, 陈诺云呢, 就会把他的那个陈诺云的, 他的Couponize和他那个Node2的名字, 然后随到陈诺考第S里面去, 随到陈诺考第S里面去呢, 假如说现在有一个这个雷阶, 其实相对建立了, 假如现在有一个那个请求过来了, 假如说我们就是这个APSOR, APSOR呢, 先去请求这个陈诺考第S, 然后因为他知道你那个请求的NodeBIM, 然后因为他是对这个Node, 所有的路子的请求进行了一个拦截, 然后呢, 他会使用你的NodeBIM以后, 然后反复这个说这个PODIP, 然后呢, 告诉你就是说, 那小的那个长连节保持在这个特努力上, 然后呢, 你就直接去请求这个特努力, 然后呢, 这样就会支持你的请求, 从鱼段向发的, 给从过这个隧道向发给到边缘, 但是另外一个位置来了, 为什么一个, 就是你这一个个结局是一个反向的隧道, 才能解决边缘的这个数据同步的位置, 数据这个鱼边互访的位置吗, 当然是不够的, 首先你有鱼方边缘的需求, 当然你也有边缘鱼的需求, 这样的话, 这个隧道相当于是一个双向的隧道,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特努力要保持所有的边缘基点的长连接吗, 大家肯定都不希望, 因为你一定要一个特努力保持所有的链接, 好处当然有, 但是坏处也显而易见, 就是你所有的链接都保持下来的, 链接当然会被占用, 提起一个资源的浪费, 但是另外一个危险的, 假如说我们不保持的话, 我们是如何扩容的呢, 就是你特努力扩容的时候, 你原来的链接怎么办, 你吸的链接又如何去平衡到之后的特努力, 吸的特努力的泡在上面呢, 其实最后的一个危险才是最关键的, 就是你的银边的泡道如何复发, 银边的service如何一个互通的一个位置, 我说的这个service互通, 可不是说你银边那个service开一个nudleport, 然后或者把一个ELB进行一个防卫,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像Coupage原生的那个一样, 然后通过一个class IP, 然后呢, 在语边直接进行一个护法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的云联的隧道, 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下角的这个图, 这个图呢, 从45的434的部分可以划一条线, 相当一个镜子, 然后上下, 它其实是对峙的, 我们目前是划了上半部分, 然后从这张图上呢, 我们可以看那个TCP server, 和HTP server, 其实它就是一个代理, 然后呢, 下面呢, 其实就是最主要代理在这个隧道的上面, 然后呢, 其实除了这两种协议的一个代理, 我们还支持HTP和HHS代理, 就是说去向SSS, HSS, 然后呢, 它可以从语端直接把你的请求直接发送, 就是你直接可以把你的, 从语端直接登陆下面的边缘的一个节点, 然后呢, 图上呢, 这两点是没画出来而已, 然后下来呢,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的Service护法, 和那个Service护法, 和那个POW的护法,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呢, 我就不展开讲了, 大家可以看我们之前发过的一些违章, 这个比较适宜, 然后最后一个, 我想说的是, Super特诺语一部, 不属于Super二支, 因为它其实是独立的, 我们把这个组件离出来的原因, 就是还可以独立的, 拥用在任何需要隧道的地方, 我讲的第三个能力呢, 是一个Facebook世界法检查, 为什么需要这个组件呢,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 我们要实时到知道那个, 我们要知道边缘节点的一个健康状况, 但是假如说, 我这个节点都挂了, 我肯定就是说, 给云南报不了数据了, 他可能云南可能不知道, 如果特别是云南报了的情况下, 他请求更发不上去, 但是我同时把下面的其他节点, 有可能能能防徽上面的公网, 把我的状态报上去, 这其实就是来的APSO的第一个作用, 然后他通过一个周期性的护法, 就是报大家都同时去shake, 其他组件的, 其他那个节点的一个健康状况, 然后把这个状况, 装报给云端, 然后云端就知道这个健康的状况, 这是他的第一个作用,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啥呢, 第二个是一位原式的库曼奈斯, 他这个驱逐呢, 就是说特别是在云边断网和入网的情况下, 然后呢, 他就是断网和入网的情况, 他把节点会派回那个状态, 状态之后, 然后之后的那个业务炮的, 就会成为一个驱逐, 驱逐之后呢, 那个网络恢复的时候, 他的炮子就被删除, 这个是我之前讲的, 他就会产生一个反复重建你的业务, 反复的重启重建, 这个删除重建, 删除重建这种, 引起的一个业务的一个不委定性,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提供这个飞不时健康检查的, 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也是他最主要的, 他提供了两个特性,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假如说陛下人的边缘节点非常多, 我们讲是他有1万多个, 1万多个, 当他互相这个的时候, 这个数据量就非常判断了, 所以说我们有支持的一个功能, 就是他可以自敬意的去划区域和划组, 就是说我可能1万个, 我每1000个1000个可以划, 当然它是这种这种天然的区域, 就是说你一个小区域里面可能有10个20个, 那当然特别OK, 然后呢, 我要讲解的第四个能力是service growth的能力, 他最主要他不是把couponensis扩展到边缘, 要解决的一个危险, 而是一个需求, 就是说我们有很, 只有这样一场景, 我们有很多站点, 每个站点呢, 就是要每个站点呢, 它的应用可能是一样的, 就像我刚才举过了那个网友台的案例, 它里面的程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站点, 我们都期交一次, 期交一次, 期交一次, 那可能期交的次数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呢, 我们实现了这个service growth的能力, 你只要在语段进行一个严谋的期交, 这个应用的期交, 它就可以在多个站点同时给你布施起来, 当然背后不是写了一个负讯版, 然后呢, 另外一个功能是, 就是你那个站点的站点里面的请求, 就是说, 不会让你去跨站点防备, 原因呢,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你跨站点的防备的话, 就会把其他站点, A站点和B站点, 你可能A站点防备, B站点和B站点, 你防备A站点, 这样就就引起两个站点的数据的一个回乱, 另外呢, 你跨站点的时候, 中间的站点有可能是功能, 这样的话就是延迟性非常大, 所以说, 我们把我们一般的需求, 都是说, 把一个流量锁进在一个站点之内, 这个呢, 就是我们service group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它也支持一些灰斗, 就是说, 你两个的站点的服务可以是不一样的, 然后新的站点呢, 可以自动播出, 主要你和原来的站点是一样的, 下来我稍微拨展一下, 讲一下右边的这个service group的这张图, 这张图上上面有几个概念, 一个是service group, 一个是node group, 下面是一个unit, 是这样的, 多个, 几个就是多个node, 就是几个node, 至少一个node可以滑飞于一个node unit, 然后多个unit可以走成一个node group, 这个表示的是你资源的一个组合, 然后上面呢, 有一个service group, 你看我目前画的一个service group一和service group二, service group是你的应用的组合, 就是说我的service group一就是我的应用一, 我的service group二就是我的应用二, 然后呢, 我现在想给我的两个站点, 就是unit一和unit二想发一个应用, 然后我主要在语单, 其实主要取交service group一, 然后绑定好node group一, 然后它俩进行一个绑定, 我一下就把应用的下发起来, 当然一个node它可能会属于多个unit, 然后呢, 这个多个unit又走成了一个c的node group, 然后我也许可以绑定在node2上, node group二上, 然后呢, node group二又和service group二进行了一个绑定, 我又可以下发第一个应用, 第二个应用, 我第二个应用又可以下发下去, 这个呢, 就大概是那个service group这个实现中的一个架构头和它的一些概念的一些关系, 我的四个终门的点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super edge语面端和周边生态集合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看看super edge的园上, 大家看到的这张图是super edge的架构头, 是我们传队G7才开源的一个非bush多机器管理项目, 曲名classnet并不是说这个项目是一个网络相关的项目, 而是我们期望你访问你个数的kys机器像访问英特尔网络一样轻松容易, 为什么需要这个项目呢? 其实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单个边缘集群容纳不了海量的边缘节点, 比如十万个边缘节点, 我们需要多个边缘集群去管理更多的边缘节点和边缘设备, 第二个是为了容灾, 容灾非为站点容灾和应用容灾, 边缘站点是不可靠的, 失联的风险比中西机房要高很多, 我们需要多个, 我们需要在多个阵点之间进行容灾, 把疑费应用飞发到不同的阵点里面去, Classnet当然也有很多优秀的特点, 比如简单的纳管用户各类kbs集群, 然后跨集群跨regi进行多集群管理和应用飞吧, 接受Classnet其实我们实现了边缘集群不同的纳管形态, 比如这两个左边, 我们把边缘节点直接接入于中西的控制面, 然后在于中西对边缘节点进行统一的管控, 这个是边缘集群的一个托管形态, 在这张图的右上角呢, 我们利用Classnet不但可以直接纳管Super Edge的边缘独立集群, 也可以纳管原生的kbs集群, 甚至是k3s集群或者micro kbs集群, 这样就是说在云上可以直接纳管边缘的一个独立集群, 等边缘的独立集群里面的资源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 投在右下角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形态, 我们不但可以纳管边缘节点和边缘独立集群, 也可以纳管边缘连连集群, 什么叫边缘连连集群呢? 就是说它的就是你纳管的集群下面, 它又管理着其他的集群, 这个就特别适合那种一些组织特别是层级的那种管控的形式, 纳管形态其实可以根据实际用户的集群形态进行灵活的选择, 然后进行灵活的一个组合, 然后在云单的一个控制面上就是可以实现各种k8s集群的统一纳管和应用的统一下方。 Super Edge的边上我们刚完成了云边Service后缓和Pow的互访的一个支持, 怎么说呢? 再把kubalenses扩展到边缘, 云边Service是不能互相防卫的, 云边Pow的也不能直接通系, 最主要的原因是边缘节点没有公网IP, 云边node它不是一个二层网络互通的, 它的网络是单向的, 就是说边缘节点可以防卫云端, 云端不能防卫边缘节点。 咱说我们已经提供了特动语和特动编, 实现了云边的Service复法, 但目前还无法做到让云边的Pow的可以像原生的k8s那样, 让服务防卫让用户完全无感知。 我所说的无感知是避免在云边开动的Pow的, 或者通过挂载CLB的方式实现云边Service复法。 而是要像原生的k8s那样通过classIP, 让云边Service和Pow的可以直接互相防卫。 我们实现的方式是和另外一个开源项目合作, 这个项目是博宜今年8月份才开源的Fiber Edge, 它最主要是专注于边缘的云边护法,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边缘的CI插件, 通过对云边不同地质段的管理和IPsec VP隧道技术的利用, 实现了鱼边Pow的直通。 后续我们两个项目还会合作, 提供给大家更优雅和更快捷的云边的一个解决方案, 欢迎持续关注。 Super Edge的端上, 我们在Odger的命令集成了原生的Odger XFoundary的快速部署, 让用户可以在Super Edge的边缘集体里面, 接入边缘设备, 对边缘设备进行一个管控。 Odger XFoundary是VMware开源的IO7设备管理平台, 兼容了众多的IO7协议, 提供了IO7设备管理和IO7控制等众多的V服务, 来供大家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我们正在借用Odger XFoundary实现边缘设备的数字化出现工作, 实现之后, 用户就可以在K8S集水里面通过操作CR的方式来操作边缘设备, 也可以在K8S集水里面给边缘设备下发指令, 让边缘设备完成一定的动作。 OK,接下来是Super Edge边缘独立集园的搭建演示和Super Edge的最佳实践, 由Super Edge社区的小伙伴来给大家讲解。 接下来由我来演示如何通过EdgeAdmin工具搭建Super Edge边缘Cubernetes群群。 我们的演示主要分为三步, 另一步我们在北京的节点上通过EdgeAdminInit命令去初始化一个控制平面的 Must节点。 第二步, 我们分别在望斯科和硅谷的边缘节点上, 通过EdgeAdmin Join命令将节点加入集群。 第三步, 我们会部署一个简单的边缘应用。 下面开始演示。 第一步, 我们在北京的节点上初始化Must节点。 首先, 我们需要下载EdgeAdmin的安装包。 我们可以看到安装包已经下载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使用EdgeAdminInit命令去初始化一个Must节点。 现在我们的节点已经初始化完毕。 第二步, 我们在墨斯科的节点上通过EdgeAdmin Join命令将节点加入集群。 首先, 我们还是要下载EdgeAdmin的安装包。 安装包下载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用EdgeAdmin Join命令将莫斯科边缘节点加入北京的集群。 现在莫斯科的边缘节点已经成功加入北京的集群。 我们回到北京的节点上查看集群的集群的集群信息。 可以看到莫斯科边缘节点已经加入成功。 我们还可以看到集群中的边缘组件已经部署完成。 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将硅谷的节点也加入集群。 硅谷的边缘节点也已经加入成功了。 现在我们的SuperEdge边缘Kubernetes集群已经搭建完成。 接下来我们在集群中部署一个简单的边缘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边缘应用已经部署完成。 我们通过浏览器也能成功访问边缘应用。 以上就是通过EdgeAdmin工具搭建SuperEdge边缘Kubernetes集群的全部过程。 刚刚演示的边缘集群的搭建是通过SuperEdge的EdgeAdmin工具实现的。 只需要一套简单的Elite命令,就可以快速搭建出SuperEdge边缘Kubernetes集群。 那么它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 EdgeAdmin是基于我们熟悉的Kubernetes开发的。 它完全兼容了Kubernetes所有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不仅能够搭建边缘的Kubernetes集群。 它也能够像Kubernetes一样去搭建一个原生的Kubernetes集群。 并且在集群的搭建过程上,比Kubernetes更加方便。 因为EdgeAdmin在Kubernetes搭建集群或添加节点的功能基础之上, 新增了前置和后置步骤。 其中前置步骤是在使用Kubernetes构建集群之前, 对节点的环境做出手化,安装容器运行时。 后置步骤则是在Kubernetes构建集群之后, 自动的去部署SuperEdge的边缘组件,让集群具有边缘能力。 也就是说,用户不需要预先对节点做初手化配置, 也不需要预先安装容器运行时。 只需要使用EdgeAdminInit这样一条简单的命令, 就能搭建出SuperEdge边缘集群。 大大降低了用户体验SuperEdge边缘集群的成本。 EdgeAdmin不仅仅能够从0到1搭建SuperEdge集群, 还能通过EdgeAdmin Add-on的命令, 在已有的Kubernetes集群中部署SuperEdge边缘组件, 并且支持让任意边缘节点加入集群, 使得原生的Kubernetes集群也能具有边缘能力。 第一个能力是它不仅仅能够像原生的Kubernetes集群那样, 管理中心应用和中心节点, 同时它也能去管理边缘应用和边缘节点, 并且两者在使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 第二个能力是它能够将任意位置的边缘节点加入集群。 只要节点能够访问云端的Kubernetes server, 无论节点在什么位置, 都能够用我们前面演示的EdgeAdmin join命令加入集群。 第三个能力,集群还会具有管理海量边缘站点和辉度的能力。 这个能力它是依靠Super Edge的Service Group的设计实现的, 它能够让一个应用只需提交一次, 就能够同时部署到数十个边缘站点, 并且在各个站点内实现流量的闭环。 第四个能力是边缘节点一旦加入集群后, 将具备边缘自制的能力。 它是依靠Super Edge的Lite API Server逐渐实现的。 有了这个能力,边缘节点和中心集群即使发生断网, 也不影响边缘应用的正常运行。 而边缘节点一旦发生断电,在节点恢复后, 也能自动的将边缘应用重新拉起。 那么EdgeAdmin add-on的命令它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 EdgeAdmin add-on的命令主要做了以下两个事情。 首先,它会自动生成边缘节点加入集群所需要的配置。 因为我们在前面提到,EdgeAdmin将节点加入集群的功能, 是基于CuberAdmin join命令实现的。 因此如果用户的原生Kubernetes集群, 最开始并没有使用CuberAdmin的方式搭建。 EdgeAdmin也会去遵循CuberAdmin的使用规范。 自动的去生成边缘节点加入集群所需要的config map配置文件。 有了这些配置文件,EdgeAdmin就可以依赖CuberAdmin的能力去生成边缘节点加入集群所需要的token和证书信息。 有了这些信息,边缘节点才能够正常的去访问云端的Cuber API server, 将自己加入集群。 接下来第二步,EdgeAdmin会以Add-on的方式为集群部署SuperEdge边缘组件。 在这一步完成后,原生的CuberAdge集群就已经具备了管理边缘节点的能力了。 而边缘节点则可以方便的通过EdgeAdmin join命令加入集群。 接下来介绍一下SuperEdge的最佳实践。 如果用户希望尝试从0到1去搭建和体验SuperEdge的边缘集群, 可以使用EdgeAdminInit的一条命令进行集群的快速搭建。 而更多的情况下,是用户其实已经搭建了原生的Cubernities集群, 但是又希望在现有的集群中去集成边缘能力。 这时候就可以使用EdgeAdminAdd-on的命令去为集群安装所需要的边缘组件。 如果用户希望部署自定义的边缘组件, 比如用户希望在集群中使用Tunnel隧道的功能。 这个时候可以参考EdgeAdmin的实现, 在EdgeAdmin中去集成自定义的代码逻辑即可。 最后简直来个小节,我和梁豪给大家分享了SuperEdge 把Cubernities推广到边缘的技术解密。 最主要讲了三个简, SuperEdge的四大核心特性设计的出发简和抽中, SuperEdge的语言端和二字等命一键化搭建SuperEdge的K8S集群, 以及SuperEdge的最佳实践。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边缘非故事容器开源项目, SuperEdge. Sagio